嗨,大家好,我是風響學院團的小提琴老師林應軒 今天這個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紹 拉完提琴後如何擦您的提琴以及琴弓 那我們就進入影片 好,在介紹提琴清潔之前 要跟大家解說為什麼要做提琴的清潔 那一般來說如果我們不擦事情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我們的琴弓會容易白白的甚至會到有黑黑的鬆香結塊 那不只是影響這個提琴的美觀 也會影響琴弓壽命以及聲音的表現 再來另外容易附著鬆香粉的地方是我們提琴的面板 一般來講我們剛開始看到就是白白的一片 接著它可能附著一些手汗或是灰塵 接著就會結塊越來越黑 那也是會直接影響我們聲音的表現 那拍這個影片的目的呢 也是希望培養學型的人可以有保養提琴的觀念 那無形之中也會為我們提琴的保養省下許多錢 好,接著我們來介紹提琴清潔的方式 第一種方法也是最基礎也最建議初學的學生使用的方式 我們當拉完提琴後將提琴安置於琴盒之內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用兩種 兩種東西來清潔我們的小提琴 第一種是衛生紙 那好處呢就是我們使用完就可以直接丟棄 那接著呢我用擦拭布來做擦琴的介紹 一開始我們可以由上而下 最需要清潔的是琴弓的部分 那注意力量呢不要過重適當就好 接著呢我們要將擦琴布穿過於琴弦下方 做紙板的清潔 這邊也是容易松香粉會掉落 特別注意的是這邊紙板這邊也有個平面 一定要去清潔到 接著呢是我們提琴的面板也是最下面的部分 那這邊會是松香粉最多的地方 可以穿過紙板的下方做完整的清潔 最後一個部分我們一樣穿過琴弦 但是在琴橋的後方這邊也是會有松香粉的掉落 好那就完成大致提琴部分的清潔 接著我們介紹弓的清潔 當我們使用完樂器之後 琴毛會是現在這樣子有轉緊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將擦琴布穿過琴杆以及琴毛之間 主要清潔的是琴杆的與琴毛接觸的這一面 將完整的琴杆清潔 把松香粉擦掉 接著呢 這邊是我們的銀環以及馬尾褲的部分 這邊最容易有手部的接觸會有手汗 所以我們也可以一樣拿擦琴布 將污垢手汗給擦除掉 最後呢我們可以將螺絲轉鬆 收回我們的琴盒內 好接著我分享我清潔提琴保養的方式 那一般呢我會在家裡 準備一把像這樣的油漆刷 它是竹腫毛做的 那長度約為10公分 那它的好處呢 是可以深入一些比較擦琴布 深不到的地方 直接把松香粉給刷掉 像琴橋還有很多的孔洞 這樣子的方式把松香粉給刷掉 甚至拉旋板的地方 也是可以深入將松香粉給刷掉 那比如說像是我們的提琴的C段 這邊有很多接縫 那用這樣的刷子也是很好 將松香粉或是甚至灰塵給刷掉 接著介紹 這一把小刷子 這個是我會放在琴盒內 那如果外出的時候 帶出的清潔的小刷子 那擦琴布呢這邊有兩塊 這是比較進階 比較細心的方式 一塊布呢 是我們來擦有松香粉會掉落的部分 那一塊布呢 是我們會清潔手常接觸的地方 因為手會流手汗或是會帶髒污 所以主要清潔的地方 類似像我們的琴頸 甚至我們的塞脫 還有塞脫這邊的這個平面 那這是我會使用的清潔方式 好接著老師在這邊跟大家建議一下 就是提琴收完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這個擦琴布放置於拉旋板的下方 那主要是有一些案例 比如說學生在學校 比如同學嬉嬉玩耍 那這時候難免會發生 可能會碰到琴盒 那有時候比較大的碰撞會造成琴橋的倒塌 倒塌的時候 這個琴弦掉下來拉旋板就會直接砸在這個提琴的面板上面 那這時候會造成提琴面板的受傷 所以我們將這個擦琴布放在這邊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那另外一個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是很重要我們的蓋琴的布 那一定要養習慣將蓋琴布放回我們的提琴的上方 那這可以保護我們 當我們提琴和蓋起來的時候 裡面的零配件 或者是我們弓萬一沒有安置好 掉下來砸在提琴上面 或者是說我們的勾毛上面其實會有松香粉 會不斷掉落在我們的提琴的面板上面 這樣也是一個比較好的保護方式 那今天提琴以及琴弓的清潔保養教學就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您有提琴買賣、租借、回修的需求 請到三重帕羅提琴找師店長 那如果您想學習提琴有提琴相關的問題 請與我們瘋想學員團聯絡 謝謝大家 如果您是正式大學的見解 TO,icking講的選擇 很高興